一会儿洗一会儿背 白天不懂夜的黑 男人那么平凡又那么自信 男人那么伟大又那么谦虚 平凡被扎肯定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说它是我的错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没有说是我的错 花花世界 吃男愿狗 点不着的香烟 松不开的手 放不掉的某某某 我不看 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我这个人巨大的特点是情绪不稳定 一会儿洗一会儿背 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肯定我能干出什么事了 就三十年后我写信的那天 有可能刚跟我老公吵了一下 我就会写 男人那么平凡又那么自信 第二天我就跟他和好了 我就改了 男人那么伟大又那么谦虚 这完全是我能干出的事 所以我自己的话我不用听 第二点 我之所以想看这封信 我就是想去窥探未来嘛 但是如果我看到未来的信息 很让我失望怎么办 上面写着 张彩玲 事业要下坡情路坎坷 洗澡后背都没人错 你说我以后的生活 是不是一片雾霾的感觉 当然也有可能 我之后的生活写着 过得老壮阔了 不小心家里就踩着石油了 不经意资产就亚洲巨头了 那你说以后的日子就俩字阔气 那你说我现在我还在这干嘛呢 我还编什么论呢 我现在我就扒演 我下去之后我就找个团队 在火山上喝拉肺 在油田里搓后背 我肯定会把这个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件事 走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然了 这都是不是很严肃的段子 但是现在咱们可以面临一个 稍微严肃一点的问题 就是我怎么知道 三十年后的这个我 他是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这么一个人呢 有多少人越活越势利 多少人越活越油腻 有多少人活着活着 就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你说在座的各位观众 咱们问心自问 你就肯定是十年前 二十年之前 你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吗 也不一定 对吧 三十年后的我得有多少个版本啊 你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做的每一个转念 都会导致你成为未来一个 完全不同的你自己 所以他说的这个三十年后的我 究竟是走了哪条路之后的 哪条路之后的 哪条路上的 哪条路上的张带玲啊 我可能就不能确定 三十年后的你 实际上和你现在的自己 并不是一对一的必然关系 不是说你现在做什么 你都会必然成为那个他 而是相反 你做的任何事 都有可能导致你不是那个他 也就是说 他的命运可代替 他的话语可屏蔽 他只是一种 很多的可能性 这个把中英文全部押韵也不容易 听说唱我厉害了 所以你和你三十年后的自己 就是平行世界的两个人 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实际上 跟你爸你妈你二姨 邻居大爷黄大吉 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就更不用看了 看了你也不会听 人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 得到真正的感悟 也只能用自己的感悟去影响以后的路 对吧 日子不是听出来的 是过出来的 要不然所有的人 只要有一点困惑 就去那个机场书店走一圈 买几本成功学的书 顿悟了 宇宙的七点极尽头 人间不再有哀愁嘛 对吧 所以就不用看 他说的话其实 没 就跟你本身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最后我要说一个我自己的事 就是 我上次做排气产检的时候 我的宝宝 心脏有一个过隔血流的问题 听起来有点复杂 实际上就是心脏上面有个小窝口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它能不能长好 然后我就说 那现在可不可以介入来治疗 医生说不用 就是也没办法治疗 他们的建议就是我到后期 再继续做这个检查 对宝宝的情况有一个更明确的了解 我回家了之后自己想了很长时间 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想做后边这个检查 因为作为妈妈来讲 我会做什么选择 我已经早就知道了 别说现在的医疗 现在的科技 做不到对未来那么精准的判断 即使是它能做到那种判断 又能怎么样呢 它能替我做出什么选择 我在第一次感受到它的胎动的时候 在每一次我在宾馆 一个人慢慢长夜 只有他的左踢右踢 陪我度过寂寞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自己有多笃定 不管将来面临的是什么困难 我都知道我肯定会和他一起 面对这份困难 一起选择坚强 这就是勇敢 这份勇敢不是我独有的品格 这是人类面对他未知的困难 甚至灾难的时候 共有的本能 但这一切有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我们人类知道过去 知道现在 而不知道未来 勇敢之所以是一种美德 是因为我们有未知的风险去克服 这么深刻的一句话 你以为是我说的吗 它是刘教授说的 但是我说的意思是 这道题涉及到的 对未知未来的预知 实际上摧毁了我们原本的价值体系 本来是一件勇敢的事 变得不知道是不是勇敢了 如果我真的想知道 我面临的未来究竟是怎么样 那我就会去看这封信 这封信告诉我 我将来面临的困难 面临的问题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谁能告诉我 如果所有的妈妈 都有能力去预知未来 都可以再确定了自己的宝宝 是在最健康 最聪明 最优秀的前提下 才选择生下宝宝 那是不是母性的光辉也因此 而受到损伤了呢 最后我作为一个诗人 我要复诗一首 来道一道 为什么我不看这封信 谁是我难舍的叛逆 我是谁粉红的回忆 人性的弱点是男子气 活着的本质是 We will see 频繁被扎肯定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说它是我的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跟您讲事啊 真事 我妈吧 养了一只鸡娃娃 是个小伙儿 挺好想的 这么一个人 在泽永这个问题上呢 不喜欢自己的鸡娃娃同类 就甚至说泰迪和比熊 在他这儿都显得有点寡诞 口味重 喜欢大女人 就喜欢金毛松屎哈士奇 这一类的 结果去年呢 这只鸡娃娃 它就疯狂地爱上了 我妈家院里这只大鸡毛 叫阿戴尔 反正阿戴尔呢 对我们家鸡娃娃 从来都是爱大不理 但是鸡娃娃对他就是不死心呢 就是撩人家呢 频繁被拒绝 被伤害 被辜负 就是不死心 结果有一次吧 可能是在哪儿喝了二两酒 反正就是撞胆了 撩人家的时候 动作有点大了 让人家阿戴尔光加踢脚 直接踢医院做手术去 这场手术之后 我们的鸡娃娃 永远失去了做复兴的资格 我们的鸡仔 他再也不爱了 你说鸡娃娃频繁被伤害 频繁被扎 你能说不是他的问题吗 他不是没有守护着他的鸡娃娃啊 但是他就是不看呢 他就是爱那个扎他的阿戴尔 但是我们不都犯这个问题吗 花花世界 吃男怨狗 点不着的香烟 松不开的手 放不掉的某某某 咱们不是都犯这个毛病吗 所以我没说这是鸡娃娃的错 他可以永远坚持爱他的中大型夹养犬 但是他今天被伤害肯定有他的问题 第二点 频繁被扎为啥是我的问题 因为有可能这个感觉频繁被扎的我 他把这个被扎这个概念 定义得有点太广泛而肤浅 说白了就动不动就觉得自己扎一下 但这不代表你就遇到了大渣男 这只代表你遇到了人类 千百年来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啥呢 天若有情天亦老 俗称对象不好找 众里寻他一场梦 王八和绿豆他不好碰 也就是说终成眷属的爱情 它本来就很难得到 咱不能说一旦没得到 我就觉得我被震撼 所以今天这道题 我有两个点一定要强调 承认我的问题 不是说对方他就没有问题 他爱有问题没问题 他跟这题也没有关系 第二点就是承认我的问题 我并没有说这都是我的错误 你知道错误和问题的本质区别是 错误是用来谴责的 而问题是用来解决的 我想问问我自己 在这种频繁被扎的情况下 我可不可以 能不能够做点什么 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说就在坐在这等着 命运来拯救我 因为命运 他是个不回家的人 你发现呢 你身边所有的悲剧性人物 他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信别的 他就爱信命 人越绝望的时候 就越容易信命 人在绝望的时候 都需要一个解数 而命运是最简单的解数 也是最没有用的解数 你如果相信这是你的问题 这事还好办 你一旦相信这是命运的问题 完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不管你干啥 渣男滚滚来 你不信你看林黛玉 总结一下林黛玉的特点 就是他一受到伤害 就探命 就葬花 就歌颂伤疤 就扑门 就挖土 就起草遗嘱嘱嘱嘱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 林黛玉他想明白了 反正林黛玉突然间 他不起草遗嘱嘱嘱嘱了 他也不葬花了 他半夜突然醒了 他说 我身后了 我不想再受到这种伤害了 我不想再受到这种伤害了 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我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 然后我刚刚要说话 对方别想进来了 不能 这就是你的命运 你说你烦不烦人 你这么说完之后 林黛玉咋办 花都得让他葬土了 笔子 原住都得提前三年 就得被你气到 所以今天我说 承认自己有问题 是因为我想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世界上 如果真的有命运 这是我面对命运能做到的 最硬气的动作 谢谢 正方领先两票 来 双方请提及 刚才说 反思完了之后要解决 怎么解决 那得看你是怎么扎的 我的弱点是哪儿 我就怎么解决 好 我的弱点通常有什么 我的弱点通常是 比如说 就像Sherry似的 他别人说啥 他信啥 这个事咱们就要解决一下 别人说啥 他信啥 这件事情 就是你觉得不应该解决吗 好 解决的方法是 别人说啥 我就不都信啥呗 你说这 不对 彩琳其实想说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 但是防范意识这件事情 没有加强 没有足够这个概念 你在自己的心里锁上一道门 然后再锁上一道门 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你把真爱关得远远的 你再也不爱了 小片里面 Sherry只能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以后谁也不信 Sherry这个问题 她都不用什么防范意识 你说高了 Sherry 这问题就是你吃点脑白心 你这事就解决了 你吃点脑白心 好 彩琳有一件事情 你觉得问题出在被扎还是平凡上 平凡被扎 好 OK 如果一件事情平凡做 这件事是有你的问题 那我来告诉各位一件事 各位看看二边 对方的二边阎文凯 我在这季奇葩说 一共打了四道题 每道题都碰到阎文凯 平凡遇到阎文凯 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这是四次 如果都被阎文凯扎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 acht 我 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